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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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 念一下意念众生苦 永不忘慈悲 所以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所以林华生大师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他说如果你由衷的 要修学佛法 我告诉你应该如此 做一个菩萨 不要为了修行上 不要在本自身上 维护自我的利益 做一个菩萨 要为了帮助所有众生 脱离轮回 而自立于学习各种方便法门 所以我想点灯也好 甘露事实也好 放生也好 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修仪鬼也好 我想我们的动机 都是想要帮助众生离苦 那这样才符合菩萨道 所以来我们现在大家念一个 连诗以轨 好不好 请各位念完以后 这个本子就要往旁边传 那我们就会来 念一下连诗的新药 大家一心来齐请 林华生大师说 初十二十五 今天是葬礼 从日 昨天也是二十五 今天也是二十五 所以 联华生大师 殊胜功德加持 空行母会共日 所以我们一起 大家来念诵 我很随喜 道路有一位 上司发起 异变的连诗 七支齐请文 结果大众念了多少遍 我们随喜来 二十五异变 所以七支齐请文 所以非常随喜 这个世界 有时候就会说 话少讲一点 佛多念一点 佛经佛号咒语 因为这个对世界有帮助 所以我们大家齐请 念一下连诗新咒 来 佛经他徒西北云 莲青花黑赤卓山 是有殊胜成就者 是臣名号变化身 空心眷居 空心眷属中围绕 我随路寸而修饰 垂师加持旗将领 老李扔导而修喇 否经他徒西北云 莲青花黑赤卓山 是有殊胜成就者 是臣名号变化身 共心眷属终温绕 我随如尊和羞耻 随时加持其家民 古乐北满西德鸿 无尽他夺西北鱼 见尽华培赤座城 既有殊生成就者 时尘名靠莲花生 同心眷属终温绕 我随如尊和羞耻 随时加持其家民 古乐北满西德鸿 好 好 最重要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看 不分是南传 汉传 藏传 也不分各种教派 的这些 值得学习 慈悲尊敬的 祖师的传记 因为这都是佛菩萨 活生生的视线 给我们看 所以让我们能够对佛法 一起信心和常随佛学 跟着祖师大德的修行方法 来实修 就像刚刚我讲的 有名颜兽 禅师 他每天要念一部法华经 每天要念十万句佛号 每天要做一百零八种 课诵的功课 他每天都要放生 每天都要私识 太伟大了 所以而能够引导所有众生 能够倒归净土 将来从净土 趁远再来 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的传记 那各位呢 他留下来的 都是就像佛陀化身的 这些故事一样 让我们去学习 所以当我们去 看这个传记 去修行的时候 那你就得到 这个佛菩萨化身的加持 就像刚博巴大师说 你只要看解脱 庄严保论 就如同在刚博巴大师 坐下修行 也就像林华生大师说 当我们提醒他的时候 他从来马上就会现前 永不舍弃我们 那我想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世间是苦 众生更苦 我们现在没有成佛 但是呢 为了要帮助这些 轮回受苦的自己 或是众生 那我们一定要祈求的 三宝的加持 当然有些人说 我根本不用求 为什么他不用求 因为他在世间得到快乐 他就不用求了 但是佛菩萨跟我们讲 所有世间的快乐 都是轮回痛苦的因 如果你了解了真相 佛法 你不会在这个世间去执着或找快乐 因为世间是苦 这一点 我们要不断地去思维 来着去看到真相 因为这个世间一切存在 都是无常 捏一下 无常 苦 空 无我 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是永恒 常 乐 我静 永恒 快乐 清静 存在 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叫无明 所以 却去追求这些会变化的 是苦的 所以 无常 故苦 所以呢 苦空 无我 所以 空就是这个世间 没有单独存在的 所以你一点都没办法控制它 掌控它 就像各位 你去 你去检查身体 你就知道说 完了 海寥寥啊 那 因为大家 时代也好 业力也好 鬼神也好 这些 吃东西也好 现在的人跟我一样 不运动 我叫不运动 因为每天坐在台上 我还运动 下台还要 写皈依证 写笔记 干天 没办法 所以 吃东西 没办法 要好吃 现在吃素也要好吃 要油 要咸 要煎 要炸 不然吃素不好 是 因为这些理由 所以 那我们就会造成身体的 四大不挑 有种种种的 病苦 所以我想 当然啊 我讲这个只是体悟无常 而不是 为了这个才修行 也就是因为 我们的身体会如此 世间的变化会如此 我们必须赶快精进 救我们的心 让自己的内心 能够脱离这种变化无常 不执着 不执着 尽力就好 不执着 这个心要向着 菩提心 向着解脱 向着菩提心 所以各位 你要一直想说 现在医生说 你很痛 现在很痛 得癌症了 现在什么能救你 末期 什么能够救你 唯有 一心思维空性 一心念佛 超越自我身体的变化 那是脱离世间的轮回 这是唯一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 这样的去思维 那今天下午 我们尊贵的 那听 如居士安排 我跟一位 巴西来的上师 叫三智 拉玛 刚刚我看他来了 请给我们鼓掌一下 我中文讲太快 他听不懂 那因为他 为了推广吃素的问题 以及推广 大家不要去 喝牛奶吃鸡蛋的问题 非常努力 所以 因为我们以前 不太去思考这个问题 反正喝牛奶 他也没被杀 那时候这个缘起 就不一样 你喝牛奶 那那些牧牛就要被虐待 小公牛就一直被杀掉 所以各位 现在网路 很多很好的骗子 小牛一生出来 那些工人 商人 就赶快把小牛抢走 母牛就追啊 哭啊 甚至有些就 斗起来了 因为他伤害这个人 但是无论如何 他会把小牛抢走 抢走以后 他就变成小牛肉了 那这样他才可以去 让这些母牛 用他的牛奶来卖钱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个食物链 人类 要喝牛奶 小朋友 要喝牛奶 大家很多东西都要加入牛奶 才好吃 就像各位 吃东西 要加鸡蛋 对不对 鸡蛋炒饭 就想起来就香啊 但是这样就必须要杀死 很多母鸡 甚至剩下的小公鸡 所以我们三只拉马 用他的想尽办法 用他的能力 拍摄各种的影片 参访了很多善知识 自己要走访很多地方 去推广 有时候会有无力感 实在不容易 因为大部分的出家人 还是会 就像我们藏地 我们就办祈愿法会 最喜欢喝的就是奶茶 不然以后要改成豆浆茶吗 目标是改成豆浆茶 那时候必须跟这些上师讲 哎呀 我们几千人在一起 那多少的母牛就苦了 没奶要挤出奶来 因为这么多人要参加法会 连续好几天 那这样想一想 对母牛是不公平的 对小牛是伤害的 但是这个理念 总要去推广 在南传国家 他们大部分都吃肉 那如何让他们慢慢的了解 所以我们三支拉玛说 要用摄影机拍片 让他们以及我们都看到 等一下 看到真相 看到真相就是那些牛受苦的 那些母鸡受苦的 那些吃肉的人 看到那些猪牛的痛苦 我想人都有善根 有佛性 当我们看到这一幕 以后我们就不会吃了 虽然牛奶好喝 但是不忍心喝了 虽然鸡蛋鸭蛋好吃 但是不想要再欺负母鸡母鸭了 这就是一种觉醒 我叫讲的觉醒 这个就是一种开悟 了解了 了解了 了解了众生的苦 而不愿意再致死了 进一步慈悲 帮助他们 当然一方面 能够让这做生意的人 能够回向给他们 他们可以赚其他的钱 那二方面对这些 已经在被伤害的 救他 但是更重要一点 念下来 超度所有动物亡魂 老实说 就算我们每个人都去推 那还是进步有限 一个percent 两个percent 在进步而已 那是99%的动物 还是依然在被虐待 被杀 所以我也了解这个 一方面要推 二方面最重要的是 大超度 所以我们现在在 世界各地都成立 也叫动物超度园区 只要旁边有湖水 就加名叫慈悲湖 动物超度园区 有湖就可以让那些 鱼啊 观想啊 螃蟹啊 都来啊 有森林 那些可怜的动物 因为他们怕人啊 所以我们要安排一个 比较偏僻的 安全的 那边充满悲心的 有药 有食物 让他们来到这边 恢复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得到超度 所以我都会交代 这些动物园区的菩萨说 你们要比任何人 都还认真 因为眼睛看不见 但是他们的 陆续的过来 因为佛教里面 有引魂王菩萨 这些菩萨 如果有人要发心 这些佛菩萨 就会引导这些 亡魂动物 到那个地方得度 所以他叫 引魂王菩萨 护法神 我们要设立 动物超度园区 婴儿超度园区 昨天我们 从 马六甲来 昨天上午他们 特别带我们去 马六甲最大的湖墓 他说那边有个特点 地上都是 一个一个一个小湖墓 一个一个 都没有刻名字 只有号码 一问之下 就是那些 生下来就死掉 还来不及取名字的 婴儿 最近还有好几个 刚埋葬 所以我认为 我觉得很多居士 买了很多牛奶饮料 每一个湖墓区 都给他领 好慈悲哦 就像妈妈 要给儿女喝牛奶一样 给他们一个快乐 其中还有一个湖墓 哇 那个墓碑出现了锐像 一拍 像一个观音菩萨 抱一个小孩 站在那边 所以我想 佛菩萨的慈悲 他会视线 母亲的形象 抱了这些可怜的 胎儿 儿童 不过后来 我们战日法师 跟我说 那个马来西亚的墓墓 有个特点 一年只去一次 不能去两次 而且呢 扫墓节那一天 如果你没去 你就不能来了 对不对 大哥去 不能说二哥明天来 三地后天去 只能一去 全家道具都去 其他364天都不能去 我爸爸就是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他决定火花 放在我们那古兰 他就问我说 你们给我买到 我们家是埋在台北观音山 他说 埋在里面多久来看一次 我说爸爸 大概一年吧 哇 他马上 有没有地方 他不放在那边 他说 那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太孤独了 所以 我想各位 如果是 每一年 你相信祖先在那边 然后每一年都去 只去一次 或不能参加了 就不能自己去 这种 这种想法 这种文化是错误的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 台湾没有这个经济 365天 想去的 你就慈悲啊 所以我们很多法师 太慈悲了 到处 每一个湖墓区都要去 所以我这一次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要从 从欧洲 英国 美国 就一直跑 10月份 纽西兰 加拿大 我都这样 排一两个月 师父排那么长 干嘛 跑浑木 屠宰场 因为到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 可以感受到 众生的苦而休 积极的悲心 所以昨天 我看到太阳很大 我还拿着雨伞 我看现场很多 小女生 皮肤白白的 都忘了晒太阳了 一直帮他们 开牛奶 一直烧饼 母爱就是母爱 那个时候都忘了 漂亮了 这个就是 在那一刻 他们就 长一样 很强烈的悲心 然后每一个墓碑 都去跟他 撒牛奶 撒各种的饮料 所有的饼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佛性 什么叫佛性 那一刻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 所以我认为 就像林华生大师说 我们要自力 让众生离苦的 各种方法 去努力 去做这个 结果才 我们战略法之后 说对面 就是牛的屠宅场 我们念得更大声 有时候在车上 他们没有停 我从头打开 念 撒水 撒蜜 我想这个是 自然的 如果没有这些境界 那我们就 不太容易 我们可能坐在车上 打瞌睡 但是后来 他们那些居士 载我载惯了 我都没机会 打瞌睡 开过来 师父 那边曾经有撞死 好像我不喷还不行 他们就专门 载我去 哪里有撞死 哪里有自杀 哪里就往那边去 然后我已经知道了 我不喷 等一下会骂死 他们在车上就帮我摆了米 摆了水 师父帮你准备好了 哦 我知道我是工人 我很喜欢做慈悲的工人 老板一叫 我在车上 我故意念得很大声 开车人家说 嗯 这个师父慈悲 我如果不念 不慈悲 所以慈悲 也是被强迫训练出来的 因为有了众生 你才能够表现慈悲 就像我 我必须讲课 所以我必须表现很慈悲 最近有一位 我二十年前认识的男居士 他结婚很久了 我们荷兰办短期出家 他很想参加 但是不敢来 他老婆就透过别人给我说 他先生可以去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然后 他老婆给我说 师父 但是他很怕你 因为我二十年前 曾经骂他一句话 但是我给他呼一回句话 现在六十岁的海涛法师 是亲切又可爱 请赶快来 我喜欢他 我变了 我跟你说 因为他这样跟我讲 我就惭愧 是啊 我二十年前 他是做错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 我就骂他一下 他二十年都没来看过我了 但是我想 要改变了 所以我最近就跟我们这些出家弟子说 改变的时代来了 开始微笑吧 开始亲切吧 开始改变眼神吧 开始心中没有敌人 只有爱吧 我们要去实践佛法了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去东 古镜 对吧 弘法 然后会长坐这边 那这边空两个 没有空位置 后面一个秘书长来了 然后秘书长当然慢一点 还叫秘书长 对不对 他就慢着中间走过来 没有椅子 然后他就自己拿一个 就坐在中间 然后我的意思是 没关系 大家这边能让一下 让他坐下去 因为我知道他秘书长 那我们有一位义工普通 呼 走 哇 我看到那个会长眼睛快喷出来 蹬他一下 他没看到 我有看到 因为我们义工普通 他是秘书长 我知道了 这一刹那我就下来 就跟我们秘工说 请开始微笑吧 我们不是警察 没有讲话之前先笑 那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各位以后你回家 后面要学日本人 老公 对不对 没修行 带练诸 骗人 不管对方怎么样 先笑再说 来念一下 先笑再说 背起来 背起来 这比阿弥陀佛还重要 我跟你讲 阿弥陀佛 先笑再说 你虽然念阿弥陀佛 你不懂了这个 那你念人家讨厌 这个叫修行 修行必须从我们大包方讲 态度表现出来 对不对 态度表现出来 因为我们关心对方 当然我们 当然有人会说 我们在放生 他在杀生 我要骂他 不行 杀生的人 他很可怜 这是因为他过去 这个一眼而感召 他身在一个杀生的家庭 他得到这个传承 这也是传承 他爸爸杀 他也要杀 爸爸杀蛇的 儿子也是杀蛇的 他很可怜 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同情他 对他很好 安慰他 鼓励他 就像我这一次去巴杜巴夏 他的杀蛇的老板 那个老板现在已经破产了 又生病了 快跑路了 我们回向快成功了 那他当然 我们这一次去又救了 我们去工人很快乐 因为去那天他们工人就不用杀 那些工人是缅甸的 他也不想杀 缅甸是佛教 为了钱没办法 对不对 他们来搞不好是 也是默默的 秘密的来 对不对 为了赚钱 所以我们去 今天休息 今天换一个日子 去救他们 一条也不杀 他们心情就很好 因为佛经有说了 就算你每天杀杀杀 你只要能够救十八只生命 你这辈子的杀业就消除掉 各位要记有十八只 就算有人死了 造了很多恶业下地狱 你帮他救七只生命 他就不用下地狱 就脱离地狱 为亡生者救七只 为活的人救十八只 所以我每次去餐厅吃饭 海鲜店 老板都不好意思出来 我都给他打着 哈喽哈喽哈喽 他送他东西 然后再给他讲 我知道 哇 杀那么多 没有关系 佛讲的 莲花生大师又说 救十八只 他就眼睛睁了 好 我一定救十八只 如果他每个月去救十八只 我看一年以后 他就OK了 他就有福报了 他就会转业了 因为这十二次的善根 熏息 他的悲心就起来 但是各位 你不会跟他讲说 啊 你一定下地狱的 因为你在开海鲜店 然后你在杀圣 那对方 就干脆不要信都没事 对不对 所以各位呢 蜘蛛师的故事 释迦摩尼佛为了一个杀人魔王 他曾经杀人抢很多珠宝 那天心情很快乐 当他要回家的时候 跨过他家门 看到一只蜘蛛 平常他就 火的戏 但是因为他在这一间 杀了很多人 抢了很多珠宝 心情很好 所以就不杀那只蜘蛛 跨过去了 也因为这个善根 他有善根 这个蜘蛛师是慈悲的几万个都可以上来 但是因为他的私心暴力又起来了 又掉下去了 佛罗说众生无奈 所以我想各位我讲这个就是说 一个再坏的人 他都有一点 一丝 一个蛛师马鸡的善根 你要这样去看对吧 可以 当然 除了他会伤害众生 我们不得不 请他不要伤害众生 但是如何一直借由他的一点点善根呢 一直给他回向 一直给他一点方便 让他有离苦的机会 因为众生离苦 就像那个蜘蛛师一样 只有一点点机会 因为这个五卓二是很难的 不管你要推广吃素 放生 推广念佛 推广持咒 反身都有障碍 因为这叫末法 也因为末法 所以我们还要一直齐寝 能够调伏魔障的莲花生大士 这也是在佛陀受计的 这个越末法越障碍的时候 越需要莲花生大士的加持 因为能够降魔 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回答完 我们就回向法会圆满 第一个问题 他说小孩子申请大学 遇了很多障碍 不是申请上迟了一两天 就是有什么 要延迟上课 该如何化解 佛法就是正面的力量 点灯 诵经 发愿 做善事 就唯有正面的 可以帮助消除负面 包括你 这消除障碍 你正面去消除 当然你的儿子最近是这样 那你可以鼓励他 这也是对他很好 那你跟妈妈吃素七天 搞不好他就下来了 他搞不好就 那时候你要把观音菩萨 让他赶快正面 因为他一辈子就会相信 然后他也去做了一点 善事发育 事情有效了 他这辈子就不改变了 这也很好 再来孩子懈怠 爱睡觉 动不动就向父母发脾气 给脸色看 正常 因为来讨债的 你要甘愿 那你要自己忏悔 多替他还债 放生就是还债 替他点灯 对不对 现在的教育 实在是没办法 以前我们小时候 给脸色 给脸色 打扁你 给脸色 现在父母 给脸色就给脸色 你也不敢打扁他 所以他就越来越 给你脸色看 这也要怪自己咯 所以以后你儿子 给你脸色看 你就看 哇 又是阿弥陀佛脸 这样就好了 这叫修 升起次第 你要转化 要转化 要这样 再来 学佛要怎么样 看待风水的事情 古人的智慧 我们要尊重 一切都有影响 你愿意相信 这是个善事 也无妨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对佛法的信心 善根跟空性 这是可以超越的 但是如果站在世间 相对法 它是存在力量的 不信你试试看 你有一个梁 今天你头在这边下 看你睡得着吗 有一个梁 你头上去 你就睡不着 它是有气场的 这个叫风水 这个还是有的 以前我在台北睡个房间 他们好心 通通都给我坐镜子 不太好睡 后来有个 有个会看 哇 师父你晚上是不是不好睡 当然啊 奇怪 你房间都是镜子怎么睡 我说哇 你只要把镜子都挡起来就好睡 我一定相信 全部把它挡起来就好睡了 对不对 你只说 不能说没有影响 因为这个肉体 还是肉体 我认为在这一点 我不排斥 但是我不迷信 我随缘吧 但是为了众生好 人家这样讲 那我会尊重 他说 弟子的儿子跟媳妇吵架 现在三个孙子跟母亲 儿子在我家 但是我儿子带了一个女朋友回家来 让弟子不知道怎么做 儿子说 妻子做对不起他的事 让他无法接受 弟子想问师父 我儿子在 在我这里住 万一有一天 他们离婚 是不是害了他们 弟子有罪好生呢 赶了儿子出去 弟子又心不忍 结婚该怎么办 平等心对待 一切随缘 因为我们管不了他们 诸法无我 儿子有儿子的姻缘 你的媳妇有他的姻缘 他现在这个女朋友 又另外一种姻缘 因为你敢出去 或是你不要 对他也没帮助 那趁这个机会 用佛法一直回向给他们 当然也要回向外面的媳妇 跟三个孙子 要回向现在这个儿子 也回向 现在新的女朋友 如果他对你儿子有帮助 请他留下来 如果他对你儿子没帮助 可以早一点分开 你可以这样发愿 但是你不能不明就里的 就把人家赶走 对不对 因为佛教里面都这样 如果他这样好 他们就这样这样 如果他们这样不好 就这样我都是这样回向 如果生病对我有帮助 那我就生病吧 如果好起来 对众生病那就好起来吧 但是我两边我都接受 因为祖师大德这么说 所以要这样回向 来 恩阿奥 奔着苦乐 奔着苦乐 还有一个咒叫大水球咒 就是说 向别人问我问题 那我就会跟他念这个咒 就是满他的愿 希望好好好 大家都好 念一下 恩 巴拉巴拉 伤巴拉伤巴拉 因他你 无声他你 呼呼喽喽喽 下来说 愿圆满解决 一切满愿 所以现在你不能烦恼 你是借这个机会来修行吧 这样就好 去年出家弟子 因家中有事不能参加 心中不舒服 今年还办吗 报告各位 今年12月9号在亚罗斯打办 因为亚罗斯打有一个 吉打佛教会 听说盖很大 对不对 可以住两千多个人 随便吧 然后我们就 今年办在那边 显然马来西亚比较有福报 所以 但是我们五六月份在加拿大 温哥华 在加拿大还有 荷兰有办 但是地方太小 再来 念一下 法会功德 会像叶俗真 因为他患脑癌末期 也会像叶世利在祖先 亲世父母 冤亲在祖 念一下 那他说除了念佛 还有念这些疗痣病经 就是除癌咒 还念什么咒 都可以的 只要你有信心 但是我想 第一个帮妈妈忏悔 第二个 所做的功德 会像她的冤亲在祖 第三个 那你多陪她 跟她讲地藏经的故事 她吃素 你要用你的 这种孝顺的心 佛菩萨的加持 引导她的心 因为她已经默契了 默契是 我们就祈求她 安详往生 无痛无苦 这一点要放下 要放下 然后 人不是往生就没有了 她还有一个未来的 很好的结果 因为你的努力会让她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所以你出去做善事 都要跟她讲 妈妈我替你去放声 我替你点灯 你都跟她讲 地藏经说 你跟她讲会有很正面的力量 甚至你在她旁边 直接在那边念经词咒 对她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的母亲成为你的 修悲心的一个很好的助援 那以后 希望你对待任何众生 都像你母亲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愿力 这个愿力就是帮助她 消除病痛最快的方法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阳机会中心 副机会官陈宗燕 后来社区疫情 风险相对稳定 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的发展 也随时做好个人健康管理 一群手挂号到包括时 请已经爱的记忆 第一 请保持适当下高鼓励 请收情请会记身夸好处暗 第二 请收情后请会记省手 另外 自己能够准备完准备 还是孩子来签收 减着接触的机会 第二 减育期间请不通 自己出面签收 别可以拜托亲家朋友 期待而已 请大家作为来建立 风亿安全忙碌 别向风亿新生化 人 猴 情 在动物保护区里 生活着各式各样的动物 其中最漂亮的就属金丝猴了 也正因此 它们成为了很多偷猎者的目标 阿坤 张伯在这片保护区工作了大半辈子 你可要好好的跟它学习学习 这里的工作可不是学能学会的 你得和保护区里这些动物 交上朋友才行 张伯 你是说要和这里的动物交朋友 是啊 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 尤其是这满山的金丝猴 它们漂亮的样子 是偷猎者最喜欢的 哦 为什么我从来到这里 就没看到过金丝猴呢 前几年偷猎金丝猴的人非常多 从而导致金丝猴群非常警惕 只要有陌生人来这里 它们便会钻进深山消失不见 那我哪里有机会和它们交朋友啊 是啊张伯 你可以介绍阿坤和猴群认识一下吗 这事我可办不了 这得靠阿坤他自己 和那些猴子慢慢拉进关系的 阿坤 不用担心 只要你用心和它们交往 它们便会和你成为朋友 和动物们交朋友 这真的能做到吗 张伯 你要阿坤 见识见识你的本领吧 好啊 不过 你们得离我远点 否则它们是不会过来的 那是猴子真的会来吗 放心吧 猴子们听到它的呼唤后 一定会来的 来了 猴群竟然真的来了 嗨 大金 我给你带苹果来了 张伯真是太厉害了 它竟然和野生的猴子 熟悉到这种程度 阿坤 慢慢来吧 我相信你也会像张伯那样 和金丝猴成为朋友的 我真的可以做到吗 几个月过去了 张伯正式退休 离开了这里 而阿坤 还是没有像张伯那样 和金丝猴成为朋友 阿坤 张伯退休了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山林里的工作 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自己可要小心 要知道 在保护区的山林里 除了美丽的金丝猴 还有凶猛的豹子和黑熊 放心吧 我这里有猎枪呢 对付野兽容易 可是和金丝猴交朋友可就难了 他们根本不让我接近啊 慢慢来吧 当初张伯在山林里 搭了一个小木屋 金丝猴经常去串门子 我看不如你就去那里等着 搞不好 他们会主动找你呢 对呀 这主意不错 那我就先去那里住几天 说不定真的会有机会 和那些金丝猴接近成为朋友呢 张伯他把这里整理得可真不错啊 不知道猴子们会不会来串门子 是猴子 金丝猴果然来串门子了 哎 猴子们不要害怕 过来吃吧 怎么会这样啊 要想接近他们真是太难了 既然金丝猴会在小木屋那里出现 阿坤便时常去那里等候他们 然而当他再一次来到小木屋后 却发现屋子里被破坏的乱七八糟 天哪 怎么会这样 猴子们竟然跑到这里来捣乱 看来我不但没和他们交上朋友 似乎还结仇了 喂 阿坤 怎么样了 你现在能够接近金丝猴群吗 张伯 别提了 今天那群猴子把小木屋搞得乱七八糟的 他们好像跟我有仇似的 怎么会这样 可能是我之前住在那里的缘故 他们从来不会破坏物品的 我想现在可能因为您不在这里了 那天猴群看到我在木屋里后 发出一阵尖叫 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是我把你给赶走了 我撒给他们花生 他们都不吃 原来是这样啊 他们当然不敢吃 要知道有很多偷猎者 都是用花生做幼儿来捕捉金丝猴的 我看他们是把你当成偷猎者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现在我再想接近他们就更难了 没事的 慢慢来 只要你真心对待他们 他们就一定会接受你的 好的 张伯 我会努力看看的 转眼间 又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 阿坤在山林巡视的时候 突然听到前方灌木丛里 传来了一阵猴子的叫声 哎呀 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呀 这是偷猎者埋下的陷阱 你们不要紧张 我是来帮忙的 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你看 我手里什么也没拿 你们相信我 我会把他救出来的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你看 他的脚被扣住了 我可以帮他解开的 小家伙 不要害怕 马上你就自由了 他的脚没什么问题 以后可要小心点啊 啊 这些家伙就这样走了 我原本还想要跟他们多沟通一回呢 几天后 阿坤又来到小木屋 他惊奇地发现 小木屋的门口竟然摆放了一堆水果 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看来这些水果 是那群金丝猴送来的 他们这是在感谢我呢 他们应该是认可我了 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像张伯那样 将他们召唤来呢 哎 看来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和张伯那样与猴群成为朋友 虽然阿坤还没有召唤来金丝猴群的本领 但是他已经能明显地感觉到 那些猴子已经慢慢认可他 接纳他了 张伯 阿坤 这段时间和金丝猴相处得怎么样了 张伯 自从我上次救了那只小猴子之后 这些猴群似乎把我当朋友了 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水果来呢 阿坤 他们这是已经接纳你这个新朋友了 可是每次我寻山的时候 总是看不到他们啊 我呼唤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不出现 张伯 他们好像在躲着我似的 这哪里像是接纳我啊 阿坤 你寻山的时候 是不是带着猎枪啊 是啊 那就对了 金丝猴看到猎枪 闻到猎枪上的火药味 他们哪里还敢接近你啊 哎呀 原来是这样啊 那等一下我去寻山的时候 就不带枪了 对 不过不带枪的话 你可不能太深入山林了 要知道山林深处 是有很多凶猛动物的 放心吧张伯 我会小心的 就这样 阿坤放下了猎枪 走进山林 一边走 他一边学着张伯的样子 发出一声声猴子的叫声 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不在这周围 没有听到吗 猴群 是猴群 太棒了 他们终于来了 那是什么 黑熊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完了 今天看来 我要被这只黑熊给吃掉了 谢谢你们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猴群 一直将阿坤 送到了小屋后 确保他已经安全 才真正离开 从那以后 阿坤和猴群的关系 更加亲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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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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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